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龄段的女人都希望男人才是爱情里先主动的一方 在中年女人眼里 男人主动能证明男人的真心 减少他受伤害的可能 虽然侧重点不同 但是大多数女人的选择和做法是相同的 一个女人在动情之后不会立马诉说自己的爱意 而会用一些比较委婉的方式来暗示男人 尤其是到了中年的女人 中年女人在感情面前更为谨慎 没有十足的把握 中年女人是不会主动说爱的 中年女人就像是盛开的花朵 中年女人的感情却像是含苞带放的花孤独 小心翼地传递着自己将要绽放的信号 等到有人筑筑欣赏时 她才会尽情释放 中年女人释放出的信号 一方面是在传达自己的情谊 一方面也是在试探男人的真心 男人只有读懂了女人释放的信号 才不会白白措施一次靠近幸福的机会 小姨和小姨夫是组合家庭 两个人都是到了中年才遇到彼此 不过好在她们没有错过 所以过得特别幸福 问起她们的交往经历 小姨会斩钉截铁地说 是小姨夫追求她的 可小姨夫的回答却完全不同 小姨夫告诉我 她是看到小姨释放出来的信号 踩鼓足勇气去追求的 有段时间小姨每天都给小姨夫发消息 说是要请教一些问题 其实都是在闲聊 小姨还经常找小姨夫帮忙 买衣服时要让小姨夫给建议 和朋友出去旅游也要拉上小姨夫 小姨夫一开始也没多想 后来慢慢就觉得不对劲的 她隐隐觉得小姨是对她有好感的 她小心试探了一下 小姨的心房就被彻底击垮了 表面看起来确实是小姨夫主动追求的小姨 但实际上是小姨先释放了信号 如果小姨夫没有接收到这些信号 她们恐怕就要错过了 很多中年女人都是这个样子 明明喜欢但就是不说 非要让男人自己去察觉 男人要知道 中年女人对你动情后会释放这些信号 别错失机会 一会经常和你聊天 人与人交往都是靠着聊天来增进了解的 但如果只是普通朋友 两个人不会聊得太频繁 只有对你有意思的人才会一再找你聊天 中年女人动情后释放出来的第一个信号 就是经常找你聊天 女人找不到其他的方式来传达感情 就只能用聊天来聊以为己 她主动给你发消息 有时候是简单的问候 有时候又会找一大堆借口 不管她用怎样的开场白 她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和你多沟通多交流 中年女人把自己的心思藏在了聊天当中 你用心去感受 就能体会到她的深意 面对这种信号 男人可别错失机会了 二会经常找你帮忙 感情的其中一个含义 就是互相帮助 如果两个人互相帮忙的次数多了 感情也就慢慢培养起来了 很多人的感情都是在帮忙中产生的 中年女人对你动情后 就会用上这种方法 中年女人这样做 也是想要试探试探你的心思 如果你直接拒绝了 她就不会再轻举妄动了 当然中年女人也想借帮忙的机会 让彼此有更多接触的时间 这是女人的一点小心机 也是女人对你释放在爱的信号 你别不懂 面对中年女人的求助 你若对她有意思的话 就大胆去帮吧 可如果你并不喜欢她 那就不要让她误会了 三会经常约你见面 中年人的时间已经比较宽裕了 闲假时光就会选择和朋友一起聚会 聚会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可以让中年女人 见到自己喜欢的对象 很多女人都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中年女人对你动情后 不会立马告诉你 但是她会做各种各样的局 解极邀请你参加 她不敢表现得太明显 只能拉着朋友来给自己壮胆 在中年女人的设想中 两个人见面的次数越多 就越有可能产生感情 所以她会经常约你见面 不要辜负了女人的用心 喜欢她就主动去见她吧 男人主动一点 彼此才不会错过 中年女人也曾主动过 可结果并不好 所以她们改变了策略 开始实行迂回战术 虽然中年女人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情意 但是她释放出来的信号是不容忽视的 中年女人对你动情后 就会释放这些信号 你用心感受到了 才不会错失机会 感情面前总要有人 先主动说爱 女人的信号已经如此明显了 男人就不要视而不见 勇敢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你们的余生会更甜美 很多时候爱情就在你身边 就看你能不能仔细去辨别了 仔细看看身边的女人 或许她正等待着你的靠近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